如果说这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一定就是忠诚和信任。 在婚姻生活当中,出轨算得上是原则问题,而犯了原则问题大部分人都是受不了的。 面对情侣或者夫妻出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婚,毕竟感情已经破裂了,就算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在娱乐圈,有那么一些明星他们的情史过往十分混乱,有人一生好几次婚姻,有人婚内出轨,当众被捉,而这么毁三观的事情,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俗话说有钱就变坏,有钱就按耐不住寂寞的心,这话不无道理。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明知老公出轨仍不离婚的女星,看看她们都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1.周慧敏 1988年,24岁的倪震不仅是一名撰稿员,还出演了电影《奇迹妖魔道》,再加上顶着科幻小说家倪匡的儿子,作家一书的折这些头衔,倪震的名字如雷贯耳。 当时李嘉欣在参加香港小姐比赛时,倪震就是评委之一,面对楚楚动人的李嘉欣。 倪震心花怒放,写下数百风情书和诗歌,对李嘉欣展开疯狂坠机,和李嘉欣的分手之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清纯可爱的周慧敏,开始了两人一生的爱恨情仇。 据媒体报道,倪震和周慧敏交往期间,至少出轨过八次,其中还被周慧敏捉奸在床两次。 2008年,倪震被媒体拍到深夜与女大学生张毛基文事件, 有图有真相,倪震百口难辩,老实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正在吃瓜群众,做看两人分手好戏时, 与女掌门人周慧敏做出了一个令人掉下巴的决定, 在一度的宽容和妥协下,再次打出王炸牌。 仅过了七天,倪震和周慧敏发布两人结婚的消息, 原来倪震为了坚定自己收心的信心,向周慧敏求婚了。 而如今,周慧敏和倪震相恋三十多年,结婚已经十一年, 婚后的倪震果然金盆洗手一心一意地对待周慧敏, 从未有过绯闻。 2.陈自瑶 8月16日,一条王浩信与陈自瑶离婚的消息冲上热搜, 该报道称两人已经离婚,将共同抚养十岁女儿。 还说因为离婚,陈自瑶的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近正在接受治疗。 结婚前,王浩信的采访中无意不透露对陈自瑶的喜爱。 据他所言,初中时期便对陈自瑶友好感, 能追到首本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所以不会有所辜负,刚开始也的确做到。 2015年,王浩信因拍摄《东坡家事》与《黄新颖》一拍集合。 据《圈内人》爆料,两人在拍外景期间经常打情骂俏, 一点也不必闲。 一次两次陈自瑶还能为王浩信澄清, 但蔡思贝的出现打破一切。 2021年末TVB台庆上, 王浩信首婉飞闻女友蔡思贝闪亮登场, 对方嚣张至极,一边走还一边扭动肩膀, 给人一种逼宫成功的感觉。 反观正攻陈自瑶独自美丽, 不出意外,视频一经曝光,迅速引起无数关注, 粉丝全都替陈自瑶布置, 不仅为他高呼姐姐独自美丽, 还跑去泡烘菜丝被社交平台, 甚至就连李思杰都忍不住吃瓜。 在当天颁奖典礼的最后环节中犀利提问陈自瑶怎样才会被公私血藏, 这时站在一旁的王敏一替好姐妹打抱不平起来, 仅两个字震慑全场出轨。 对于两人官宣离婚的消息, 网友也表示为陈自瑶感到开心, 称恭喜姐姐远离死渣男, 姐姐独美终于离了, 女方真的不容易, 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终于可以扔了。 3.胡锡尔 2012年7月25日, 胡锡尔在接受采访时宣布自己已经和黄宗泽分手, 结束了这段纠缠八年的感情。 胡锡尔表示两人之间是和平分手, 没有第三者, 希望可以很平静, 大方地处理这件事。 那么, 胡锡尔和黄宗泽分手, 真的像胡锡尔所说的那样轻描淡显吗? 其实不然, 黄宗泽非常贪玩, 花名在外, 留下了无数风流寨, 跟胡锡尔在一起的时候, 他多次在外面偷吃, 两人之间都不知道出现了几个第三者了。 就在黄宗泽跟胡锡尔分手的那一年, 他还搞出了脚踏三只船的桃色绯闻。 可以说自出道以来, 黄宗泽的花边新闻就没断过, 他敢认港圈第一海王, 没人敢认第二。 四, 郑秀文, 22年4月16日, 由港媒爆出, 许志安出轨马国名女友黄新颖, 两人在车内的一段亲密视频也曝光, 视频中两人不仅实质紧扣, 黄新颖还主动地靠在许志安身上撒娇, 甚至激情地向对方所吻, 场面十分火爆。 此消息一出, 网友也是惊了呆, 因为这次几乎可以说是实锤了, 港媒爆料果然快很准啊。 随后, 还有知情人爆料, 许志安跟黄新颖秘密交往了已经两年, 两人是透过许志安身边的工作人员认识, 两人还是同一间健身房运动, 前两年许志安演唱会, 女方还前去捧场。 当然了, 黄新颖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她和郑秀文关系也不差, 两人一起健身过, 许志安跟郑秀文的爱情曾经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两人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才走到现在, 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涛骇浪。 去年情人节, 许志安生病, 郑秀文发文说, 作为妻子, 吃什么, 在哪吃并不重要, 只能陪伴在身旁, 最后暖心告白, 咱们是一起打一起面对。 五, 麦杰文, 不久前, 港星江华现身直播间, 在直播过程中, 江华透露自己跟广州的公司达成了合作, 以后要开始直播带货了。 对于江华的付出, 不少观众并不买账, 纷纷表示人是真帅, 也是真渣渣男, 放现在早被逼退圈了。 邓翠文曾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后悔, 唯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 让他唯一后悔的, 就是曾经跟有家事的江华拍拖。 1990年, 江华与歌手麦杰文因合作, 但愿人长久产生感情, 可是相差八岁的姐弟恋并不能被大众接受, 坚持了两年后, 二人选择放手。 恢复单身的江华很快与女星万启文传出绯闻, 这下麦杰文不淡定了, 主动打电话表明心意, 最终, 江华与麦杰文重修就好, 两人还有了孩子, 可惜江华永远不会真的稳定, 在麦杰文生产二胎之际, 他被媒体拍到连续六天出入邓翠文的住所, 证据清楚, 很难抵赖。 事发后, 江华回到麦杰文身边求原谅, 表忠心, 他跟麦杰文表示, 是邓翠文先勾引我的, 两人还一起开了发布会, 痛骂邓翠文是小三, 当年的江华敢做却不敢当, 于是只当缩头勿贵, 同时伤害了两个女人, 麦杰文还会被赞一句一心为肤, 而邓翠文却从此情路坎坷, 至今单身。 2006年, 江华被曝患上抑郁症, 此后便逐渐吸引, 还表示自己宁愿饿死, 也不要再进娱乐圈赚钱, 中途他还去卖保险, 但也没能坚持多久。 2019年, 江华在自己的粉丝群里推出了几项收费活动, 有富婆粉丝掏钱体验, 却发现自己上了大档, 曾经宏极一时的TVB当家小声沦落至此, 既可悲又尴尬。 6. 蒋丽莎, 活佛技工中饰演降龙罗汉转世的技工, 这些剧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也给观众留下了童年男神的滤井, 可谁料到, 陈浩民竟是这样一个伪君子, 竟然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 2011年, 陈浩民和好友洪天明、 杜宇航、 马德忠等人一起吃饭, 其中, 刚出道不久的女艺人陈嘉恒也在饭局上, 吃饭期间, 陈浩民跟马德忠竟然打起了陈嘉恒的主意, 两人轮番上阵, 欺负陈嘉恒。 陈浩民与马德忠一定没想到, 他们欺负陈嘉恒的画面, 被记者拍了下来, 并流传了出取, 事情曝光后, 陈浩民和马德忠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骂声一片。 但那时的他, 没有想着担当责任, 正是错误, 做出补偿, 而是当起了缩头乌龟, 让极将临盆的妻子蒋丽莎帮自己擦屁股。 在记者会上, 夫妻二人一起致歉, 尤其是蒋丽莎类如雨下, 替丈夫道歉的模样, 我见尤莲, 让人看了感觉很心酸。 陈浩民与妻子蒋丽莎的婚姻观念也让人看不懂, 两人在结婚之后, 蒋丽莎就不停地生孩子, 更是在三年剖妇产生出两个孩子, 五年生四胎, 而且每次都是剖妇产, 完全不顾妻子的死活。 他的妻子还是选择了隐忍, 这也让人深感惊讶和惋惜。 对于这一行为, 我们需要保持客观、 谅解和尊重的态度, 同时呼吁广大女性应该树立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人格尊严, 避免在婚姻中失去自我。